大家好 我今天来到一个 充满我二十记忆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我以前小学 初中经常来这里 秋游春游的就是川岛了 但是我今天去川岛 主要是寻找美食的 要寻找一道岛上 非常有名的一锅饭 就是当地人都知道 还非常好吃 走 先上船 当地人告诉我们 要想吃到这道美食 就必须到海边 找一位神秘人物 我看到那边 应该是渔民吧 他们在海上 好像在捞鱼吗 但看着也不像捞鱼 我一定要去看看 大哥 大哥 打扰一下 你在干什么呀 我在挖沙白 这个是上川岛的 最鲜美的海鲜之一 它是小小的 然后挖出来之后还要挑 眼前的这种白色贝蕾 就是人们常说的沙白贝 而刘天庆作为一名美食达人 经常会和家人来这里捞沙白 他就是台山人口中 会做天下第一饭的人 我们今天要和阿清一起 对这道美食一探究竟了 大哥这东西怎么用啊 等一下我教你 把腰带扣上 然后你往后拖的时候 有阻力了 然后你在这里再往前推 再往后 再往前推 我先练习一下怎么用 往后拖 试一下 撑直一点 对 往后拖 然后往前推 手往前推 手往前推 伸着往后拖 然后再往回 再往回 手再往回 再这样 对 然后往后拖 再往前推 对了 是这样的 对了 我大概懂了 就是往后走两步的时候 其实是把这个骨网 放到沙里面去捞东西 然后往后退一步 就是让这个泥露出来 对 然后剩下这些贝壳 是的 我带你下海去试一下 好好好 走 走吧 哇 还挺重的这个 经过简单的学习 被刀调查员满怀信心地 带着沙白桃走向海洋 准备大显身手 结果却让人意想不到 我感觉在海里会吃力一点 你走歪了 走歪了 你要往后退一点 因为你往海洋去的话 会越来越深的 我还以为就顺着海浪 它就可以把东西推进去 你越往外会越深 水会越深 果然人是生活在陆地上 下到海就连不知所措了 所以我们平常在这里 吃到的沙白贝 都是这么捞起来的 对 这里上川岛的沙白贝 大部分都是场子 这个沙滩 上川岛的非沙滩 平缓开阔 海浪裹挟着丰富的贝类资源 将其引溺在洁白细腻的沙滩中 因而此地也就成了 渔民捕捞沙白的理想场地 然而阿庆却说 要想捕获更为肥美的沙白贝 就必须到更深的海域 冒更大的风险才行 我现在走不动 因为海浪太大 回到陆地上的感觉太好了 来来看看我们今天收获怎么样 还不错耶 这是我的吗 对 这是我的 好 这是我的 然后阿姨的也有 我好重 我没有力气 还有这种就是最肥美的 你拿一下是很成熟的 对不对 有点像个小石头一样 我一辈子都会记住 它叫沙白贝